川普总统在今天的纽约时报专访当中 表示司法部长塞森斯不应该回避涉及通俄门的调查 再次引起了争议 同时川普总统的长子 女婿等人 将下周到国会就大选前 与可能意图干预美国大选的俄罗斯律师会面进行听证 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义刚才参加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 我们请他来介绍白宫的最新回应 耀义 是 你好 我们知道这次白宫的简报会上 桑德斯副发言人也针对了塞森斯的事情做了回应 他说川普总统的回应其实很明确 就是跟纽约时报说的一样 他对于塞森斯的回避俄罗斯调查案 他感到非常的失望 不过当被问到说是否后悔当时提名塞森斯 桑德斯就说他没有针对这个事情 直接的问过总统是否后悔 但是他也说到说总统跟塞森斯两个人 在一天之内就二四小时之内都没有做过任何的交谈 就是在事发之后双方都没有做任何的交流 那么被说到说川普总统是否可能会要求塞森斯来辞去司法部长的职务的时候 桑德斯副发言人他的说法是说司法部长他必须要忠于美国的宪法 但是他同时也是为总统而服务的 那么他的说法有点比较笼统一点 也就是说还是有可能总统希望塞森斯能够依照他的意愿来做事情 那么我们在看到说在纽约时报这个采访里头呢 这个川普总统也说了就是针对这个特征组的这个检察官木论 他说呢一些可能被外界是解读于是有一点来威胁他的话 例如说说他有很多利益冲突 那么现在我不说但是以后也有可能会说 那针对这样的事情呢 这个沙拉桑德斯副发言人认为说 这并不是川普总统来威胁特征组 而是他希望说今天特别检察官要能够把这个调查的范围 局限在于俄罗斯是否干预到美国大选 那么其他事情呢不要来调查 那么针对这个事情来讲 还有就是川普总统的长子这个小唐纳德川普 还有这个他的女婿呢库什纳将在下周 都会出席这个国会的听证会 库什纳将在星期四27号 而这个小唐纳德川普将在星期三出席国会的听证会 来让议员们报告有关于说 他们与这个俄罗斯的律师见面的事情 所以看起来这个通俄门的确还会继续的 在这一次的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任期里面 继续的有继续的调查下去 那么除此之外呢 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共和党的议员麦凯恩 他因为昨天被检查出来说这个有这个癌症 所以说呢在住院治疗 那么川普总统在昨天也发了声明 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不过呢今天在简报会上呢 有记者询问到说 川普总统过去曾经对麦凯恩参议员 有许多的出言不逊的说法 例如说呢麦凯恩参议员曾经被敌人抓走 所以他并不是一个英雄 这样的说法现在有什么样的回应 那么桑德斯发言人只是说呢 他说川普总统没有其他的想法 只是希望他能够早日康复 那么另外有记者询问到说呢 麦凯恩参议员曾经提到说 已经六个月过去了 川普总统还没一个明确的 阿富汗的政策出席 那么是否现在有一个明确的 阿富汗的政策出台了 那么对此呢 桑德斯这个认为说 希望记者们去询问国防部 国防部可能会有更明确的一个政策说明 关于这个阿富汗的这个政策呢 我们现在就来看美国之音的记者的报道 官方议程没有公开 但外界认为与美国在阿富汗的驻军规模 以及目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的努力有关 川普政府还没有完成稳定阿富汗的战略 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告诉美国之音说 离宣布最终计划还有几周时间 川普总统被媒体问到 是否会在阿富汗增派美国驻军时 他回应说 我们再看吧 开会之前 川普总统在国防部长马蒂斯的迎接下 抵达五角大楼 他站在一个横幅旁边 回答记者有关向阿富汗增派美军的问题 我们将会看到 我们在对抗伊斯兰国方面做得非常好 伊斯兰国正迅速垮掉 非常迅速 川普周四在五角大楼会谈后 还和在这处国防部总部大楼内 工作的近30名军人握手 然后返回白宫 那除了今天早上 川普总统到这个五角大楼去 被问到阿富汗的问题之外 其实今天早上白宫 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发生 也就是白宫的预算办公室 公布了一个新的 川普总统的经济议程表 那么这个 白宫预算办公室的主任 穆瓦尼 今天有出来在简报会上来做检介 他说这份新的议程表 主要就是要让 废除很多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法规 他提到上任六个月来 川普总统已经废除了 860项的规定 那么废除这些规定 将可以让企业更加放手去做 然后促进经济的增长 那么他目前的预期的目标 是希望说能够达到 3%的经济成长率 那么他也提到是说 他的预计是说 如果以3%的这个几率成长的话 在十年之内 美国人的平均薪资所得 可以达到71,390元 那么也有记者问是说 这些法规其实也是有 它的一个设定的一个标准存在的 例如说 不是只有以企业的经济成长 作为它的标准 也有可能是这个人的生活品质 或是以环保来作为 这个生活的衡量的标准 所以这些法规 是否还是有存在的必要呢 对此穆瓦尼则是说 他们在废除法规之前 也有做过相关的评估了 所以他相信并不会造成影响 主持人 好的 谢谢记者黄耀一的连线报道